路陷位置的面積超過10米×10米 路邊的鐵欄和路牌通通都掉進洞裡 而裡面的水管和電線亦都外露 加上整天不斷下雨 洞裡有大量積水 星期六在街逛逛逛 突然看到這個巨洞 不少市民都拿出手機拍照 這個在深水埗海灘街和桂林街交界的巨洞 其實都不算突然間出現 在一天之前它都還是這樣 區議員說這裡因為有滲漏所以在做工程 起初都只是一個小洞 懷疑因為天雨影響沖走沙泥 導致路陷的面積擴大 運輸處宣布 海灘街和桂林街之間的船線 將會一直封閉到下星期五 呼籲駕駛人士考慮改用其他道路 而巴士亦都會改動行駛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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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